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虾仁炒饭 我记得有一次 我很珍珍自己的跟我一个朋友说 你不觉得我很厉害炒饭炒米粉炒东西吗 他很冷漠的看了我一眼 就说你最厉害就是吵架 现在我们加点油 然后加入我们的长豆 给一点盐调味 哎呀 被油浸了 内微炒拌一下 现在加入我们的沙仁 沙仁我之前已经用盐糖 胡椒粉跟麻油腌制了大概十分钟 当沙仁大概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捞起来备用 今天我们会蛋跟饭一起炒 而不是分开炒 有很多人觉得如果把蛋液直接倒进饭里面炒的话 那个饭会变得很糊结块湿湿的 其实有个小诀窍 你需要的只是一点耐性 如果你把蛋跟饭分开炒的话 基本上那个饭是吸收不到蛋的香味的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饭打松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饭打松 现在我们的饭已经粒粒分明了 现在我们的饭已经粒粒分明了 我们可以把蛋液倒进去 很耐心的把饭跟蛋 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黄金炒饭或是金包银了 好 漂不漂亮 别急 你们就一直炒一直炒 然后把饭拨一拨开 让它的底部受热 然后再刮一下那个饭 翻过来 然后再重复这个动作 炒到每颗米饭都分开了 干了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了 粒粒分明了 就这么简单 调味时间 我今天只用了酱青来调味 如果你要一个黄金的颜色的话 你可以只用盐 但是我建议你加一点盐跟酱青吧 因为酱青受热之后 会散发一股香气 炒均匀 炒均匀就行了 其实光是这样子炒饭已经很好吃了 米粒分开了 你也闻到蛋跟酱青的香气 现在我们可以把之前炒好的料都加进去 搞定 了 z